投資長 你今天很威耶 我在聯合新聞上有看到喔 連新聞都報導投資長要花3000萬買進台灣50 哇 投資長又再度上新聞了 怎麼看呢 對啊 那個標題說 郭忠發豪語啦 所以你要選一選最紅的分析師啦 我打算親自砸錢在合法的情況之下 買台灣50 可是重點是 為什麼敢這個勇氣 你要去想清楚好不好 好 我節目會講得清楚 另外一次我告訴你 我絕對不造假 我要揭穿 有些人為什麼可以造假對戰單 我絕對不會造假 我講得很清楚 第三個我要講得更清楚是什麼 我要講得更清楚說 為什麼我其實是報的懸股比賽 我可以逆轉勝 我只差1% 我本來是-30% 差1%逆轉勝 盤中最後一名變第二名 我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哪些標股 這些標股還沒有機會漲 所有的一些標股 還有一些衰退的股票的介紹 通知我們榮耀花街 一定要看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花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6月23日 台股開盤15305點 中場收在15176點 跌171點 全球都在關注昨晚聯準會主席 在聽證會的言論 不過鮑爾終於說真話了 今年以來終於首度承認 升息將導致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再加上費城分行的行長保守預估 GDP有機會連續幾個季度呈現負成長 美債殖利率和美元都雙雙跌落 原本開低走高的美股四大指數也全數翻黑 再來看到台股大盤 今天受到斷頭賣壓的影響 持續破底 到底該如何操作呢? 後續盤式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全股冠軍記錄保持著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廠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蓉投資長 投資長好 LUNA 各位投資長大家好 大家好 記得多多幫我們按讚留言 按讚喔 記得按讚一下好不好 尤其字幕版的 有字幕的反而讚比較少 下午字幕版比較多 投資長花那麼多錢要站字幕要幹嘛 再跟大家好不好 大家按個讚 不論是字幕版或字幕版的 按個讚 我知道大家心情不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 其實這邊還是一個買點 為什麼等一下跟大家講好不好 真的 投資長沒想到今天 台股居然破底耶 破去年5月15 159 唉 那時候偶一偶一會久一點喔 結果現在看起來 這個蠻慘的喔 雖然現在15 159 今天有稍微守住了啦 可是那已經沒有意義了 又就破了 就像15 165 前一波低點吧 今年最低點的時候 前陣子破了 其實這真的沒有意義的 那會不會跌破1萬5呢 會不會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好不好 來 你說 好 然後又加上雙聯 兩檔都下跌 不是捷運展喔 是聯電跟聯發科 這兩檔熟悉行情都失領了耶 很多投資朋友一定都很緊張 但是呢 投資長的股票 今天還是逆勢上漲喔 元泰今天盤中上漲6% 還有經濟日報選股 明基1呢 今天盤中也大漲8% 玻璃KY今天創新高盤中一度上漲到9% 還有美食呢 今天也是漲將近4% 不過6月以來啊 台股已經下跌了1631點 聽說國安基金都準備進場互盤囉 那投資長這邊 是不是也準備了3000萬要進場互盤 我沒想到我 那個像網友講說 哲哲的投股界的國安基金就是我啦 準備進場了啦 都上新聞了耶 那台灣的國安基金會進場 不會啦 那個新聞不要被騙了 台灣國際基金喔 跌到都不能再跌 跌到大概10年限在附近喔 記起來比加恩基金 那時候全台灣也是我第一個發現的喔 那時候我幾個發現 現在很多網紅都知道 很多網友都知道 很多分析師都知道 所以不足為奇 那10年限一萬兩千多啦 會不會停那麼長 基本上那個 什麼事我不會說 我不會說零啊 只說機率不大 好不好機率不大 好那我們慢慢跟大家講喔 我說其實哲哲喔 最近經濟日報的選股 是蠻厲害的 為什麼 今天又有很多股票拉起來 對不對 可是我知道大家不想聽這些東西 因為很多股票我們也被套牢了 然後我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頭場是逆轉生的男人 好不好 逆轉生的男人 為什麼逆轉生的男人 參加全國比賽喔 本來跟第一名差了快30% 是 現在只差1% 1%左右而已 是 1%左右1 2% 同樣 你知道喔 我本來喔 是最後一名 我現在變第二名 所以我要告訴你就是 我人生就是活生生的那個例子 逆流往上爬的分析師 很多人想要挑戰我 很多人想罵我 那都是流於口水之戰 我懷疑你挑戰我的180% 不然你在罵我 只是顯得沒有意義 顯得度量不夠大 當然現在罵我比較少 因為他們知道其實參加全國比賽 也是一個壓力很大的啦 這個 投資朋友就像我一樣 也只有我會發豪語 聽清楚喔 今天好像有聽錯我又散新聞了齁 對啊 我一直想打聽出來那個記者是誰 他不敢給我句名 聽說我今天散新聞了齁 而且 這則郭子龍發豪語 只要台股跌破一萬五 我要砸三千萬買什麼 台灣五十 買台灣五十 有沒有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我認真的喔 我很認真 像網友已經開始一代一代在生啊 在酸我啊 我說 你看我那時候說 我知道我一二說他買進的時候 很多人說他哲哲你怎麼一萬八不買進 萬金不買進 我每天都沒有做股票 我每天都做台灣五十 你會參加這種會員嗎 你會參加我嗎 是不是 我現在要跟你講 那到我這邊萬五 我跟你講說我做空台灣五十 你這樣不是要 不是要拿 不是要拿起電話來謝謝我 是要拿電話來打我啊 朋友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 分析師難為啦 分析師難為 可是我不管怎麼樣 我至少就是要給你信心 我告訴你他是買點 全台灣沒有分析師向我敢做這樣預告 跌破一萬五 我就要進場買台灣五十 零零五零 買到一百一十五元 到時候你看掛單有沒有我 一定有我 因為我現在每天掛著看看 我為什麼怕沒有成交 到時候被你們叫 我為什麼怕額度不夠 我現在發現額度不夠 趕快存錢進去 不是那個額度不夠是要申請的啦 因為這三千萬蠻多的 我剛好額度剛好三千萬 跟大家講 是跟大家講 所以單一個股有些額度 有些限制 是 所以你看我都已經做好準備了 然後有人說 那個委託單也廢話單 委託單 他問我實在沒跌到一百一十五 你在怕什麼 只要跌到一百 一萬四千八 就差不多是一百一十五元了啦 一萬四千八 差不多一百一十五元了 反正一百一十五 我就是要買 我管他那麼多了啦 除非有什麼 就算天才人物我都要買啦 除非我真的是出大事 然後連錄影都不能錄影 身體有問題的你知道嗎 不然我還是會買啦 我告訴你 不買沒有合理的理由 不買 我這邊退出股市啦 我不當分析師 我跟你說真的 沒有一個合理的理由不當分析師啦 如果沒有買的話 我就是要買 你們不要 你們真的不了解我郭哲隆 這種事為什麼不能買 我每天跟你臭屁說我財富自由 你覺得我三千萬拿不起來 那你不覺得我太遜了嗎 分析師就是要有尬詞嘛 就像我一樣 這粉絲人數十幾萬能 我還敢參加比賽啊 就要尬詞 很多人想批評我 可是他不知道我最厲害的是實力 我就是有尬詞 你知道我要第四名的時候 然後被他批評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我想說OK 好吧我不要選那種 一定要100%的績效 我就慢慢選 結果你看我現在差點第一名 對啊 只剩最後一周 看有沒有逆轉身 我人生就充滿逆轉身的實力 是 我要讓別人 我要讓你知道 我要讓很多人知道 我就是跟別人不同 我實力就是遠遠超於別人 在台股跌破一萬五的時候 是誰給你信心 梁靖努給你的勇氣嗎 梁靖努只會給你唱歌 唱你勇氣給你聽 是郭忠給你勇氣 對 我要講一件事 我今天都已經錄好影片 然後錄好影片 我錄好影片 因為我下單的影片了我給你看 來你們看清楚 來 好 哇一萬五倍是破 我跟你說技術線型看起來是要破啦 我說實在話 可是破就是破嘛 技術線型當然是被破 哇幾乎是技術線 但是我們都可以廢話 技術線 技術線這邊百蘭必發大法則 所以為什麼 分析師有時候被他詬病 喔你又說這麼好聽啊 哇技術線型 很多人我跟你講技術線型不要做啊 除了少數一直做空的老師 不然這邊喔 你給你呼多悟空 都被發來發去啦 不要演喔不要演 那哪個分析像我這樣敢砸錢出來買 大家說買第一件事情喔 也是要賺錢喔 不被賺錢被你們笑喔 我打算是要至少賺一千萬喔 反正我那時候沒有賺五百萬我也不走啦 我告訴你啦 我講得很清楚 五百萬以上你不要管我 我先講清楚遊戲規則喔 每人到時候你又說什麼 我賺錢就走喔 我也沒有賺什麼幾十萬就走 我們不屑這種事喔 我要賺五百萬才走 你聽得懂嗎 我要賺五百萬才走 我沒有賺過超過五百萬 我絕對不走 我跟你講好 是至少 我講的是至少 第二件事情 各位分析師被他詬病 哇我這邊這基數卸行 哇你看喔 就基數卸行 我們這邊都是這邊都空 這邊都空 做空就好嘛 或這邊我們可以 高賣我帶你低買 然後呢 那為什麼之後我敢打錢 分析師不能做股票啦 所以你說 買ETF沒有在短進短出 所以你不要怪我 什麼現在才能進場 我知道我只要買 我怎麼樣都會被人家罵 Luna沒錯吧 我做什麼事都會被人家罵 可是你要記得 我做這件事是為了 我親愛的粉絲跟會員朋友們 對給大家信心 我親愛的粉絲跟會員朋友 投資票 現在right now 請在底下留言 你知道我還有錢 我要到時候號召 你到時跌破一萬五的時候 你就在這邊給我買進 可是朋友號召而已喔 拜託喔 不要說號召啦 這樣講不要 我不要影響股市喔 對不起喔收回去 我們是合法的分析師 對 你認同我 這邊是買點的 你想買隨便你 那個盈虧自負 可是我真的會買 我沒有買我直接不當分析師了 陰虧自負 風險自負 本資料僅供參考 好想清楚 因為我是合法分析師 跟一般網紅不一樣 如果認同我的 底下留言 底下留言 留出我的名言 聊天室也要 然後在YouTube底下也要留言 你知道我還有錢 你知道我還有錢 你們現在知道我還有錢 大家都知道投資帳有錢 你們現在知道我還有錢 對啊 你們現在都知道了 好 對不起 笑了 知道他有笑 好 我知道你還有錢 隨便啦 你和我知道你還有錢 是你知道我還有錢都可以啦 好不好 你知道你還有錢 因為這都做成梗圖了 我說 有人幫我下誠 連載你看 你們都還有 我知道你還有錢 有辦法做成梗圖 你們都還有錢 如果你們鎖掉 還有錢啊 我都討厭的 把我那個表情做成討厭 你知道嗎 沒有選最好看的 我自己想打電話 我自己都是想拿東西砸自己的臉 你們都要有錢啊 如果我鎖掉你們還有錢啊 然後呢你們還有錢 這是比較胖的時候我 現在投資帳比較瘦 謝謝你 你們都要錢啊 所以請你們在底下留言 我現在要看你們 要留言 來看留言一下 看不到留言 聊天室要動起來喔 來來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 YouTube 底下的留言喔 喔對我知道你還有錢 大家都有錢 投資人一定還有錢喔 來我知道你還有錢 你們都故意 故意給我開玩笑 對 我知道你還有錢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你還有錢 你知道我還有錢 都可以啦 我知道你還有錢 都可以都可以 我知道你還有錢 有人說我已經沒錢了 可是講我知道你還有錢的人比較多 你看我們那底下留言都是啊 看清楚啊 看清楚我知道你還有錢 都是比較多好不好 所以說沒有 記得 留言一下 我知道你還有錢還是你知道我還有錢 沒關係 除了聊天室要留起來 那個記得 那個也要留下來 那個影片 下方 留言的地方 不只聊天室 還要留言的地方也要留喔 留言要來給你們看證據啦 來 給你們看證據 為什麼要給你們看證據 我先跟你講喔 這個是不會有造假問題 為什麼 因為有些網紅喔 奇怪又不考分析師 又說自己很厲害 然後秀一些對戰單 我怎麼 我跟你講我怎麼破解他們 但是 希望那些網紅不要生氣 喔 那你們要如果你們要生氣的話 你們就考分析師 喔 不要做那些無聊的事情 那個只是我不想揭穿而已 網紅秀績效 但是我沒有針對人 我針對事情 網紅秀績效對戰單的最大問題 你知道哪些問題嗎 第一個事先沒有預告買進 事後跟你講我突然有對戰單了 這有什麼用 這有什麼用 你懂我意思嗎 懂 網紅秀績效對戰單的最大問題 事先沒有預告要買進 我有沒有事先預告要買進了 有 投資長都有事先預告 那你不要說 投資長分析師 不能買股票 我當然知道分析師不能買股票 是我跟你講的 分析師不能買股票 可是可以買ETF 因為沒有人可以撼動ETF 好那一樣 你要這次要跟著我買進 隨便你 我沒有任何的 慫恿你 我只說我 要買進 因為我要給我會員信心 好不好 我也認為這中產期是一個 絕佳買點 好不好 你自己盈虧自負 好 事先沒有預告買進 我有沒有預告 有啦 事後秀對戰單 圖片是修改過了 因為可以披圖很簡單啊 不要這樣講 我問一個比較讓Luna 難以 難以啟齒的一句話 你有沒有修過圖 有啊 Luna長得漂亮都修圖了 對戰單不會修圖嗎 算你誠實 好 講到我前進都 那個血管都痛好痛喔 血管快爆掉好痛 喔 還有激動 不要太激動 Calm down 事後秀的對戰單圖片 是有修改過 現在P圖很厲害啊 Luna會不會P圖 P圖是很簡單 很簡單 手機軟體按一按就可以了 所以事後對戰單 你要秀幾億就幾億 我沒有 我要跟你講 我就是要事前跟你講買進 我等一下連帳號都跟你講的 你可以查券三進出 好不好 對戰單第二個 最大問題 對戰單只秀賺錢的 有些人敢秀對戰單嗎 沒有秀賠錢的 因為你沒有四千元預告要買進吧 我怎麼知道哪一家券三你買哪個股票 你講食堂股票啊 比如說我講官陽科 不是官陽科比較冷門的 聯電台積電聯發科 這三檔 結果之後聯電漲了 其實你三檔都買 聯電漲你說你看我沒有買 你看我對戰單賺了一百萬賺一千萬 跟著我來 有人在招收會員 這都違法非凡的 我歡迎他來考分析師 不要講這些話 沒有意思 那些伎倆其實都可以突破 我以前就想你講 只是沒時間 只是我要跟你講 我跟別人差別在哪邊 好不好 沒有你還是可以秀對戰單啊 我說你那晚還是可以 往後去秀對戰單 可是你要學我 你要買進的時候先講 聽得懂嗎 這才有意義嘛 是不是你聽得懂我意思吧 我只是這樣 如果都沒有像我這樣先講的 其實都可以修改了 因為你看可以秀賺錢的 我不能秀賠錢 我想說我買聯電 聯發科台積電 結果到最後這台積電漲上去 聯電聯發科沒有漲 然後三檔我都有漲 我只秀台積電 你看我台積電賺100萬 賺1000萬 好像很厲害 可是聯電聯發科賠錢的 你聽懂我講的舉例 所以你不要只秀賺錢的沒有用 所以最主要要事先要預告 好 對戰單只秀單一券三 沒有秀全部券三 我有元大的券三的 我有元大這一家的啊 你聽懂嗎 我有很多帳號 我一個券三有五六個帳號 我只秀一個券三 或只秀一個帳號而已啊 你懂不懂 只秀一個券三 還有什麼 最主要是有些人連秀對戰帳號都沒有 也沒有秀個人下單帳號 嘴巴說的好聽是說怕被人家追蹤籌碼 講難聽就是 被他發現他有很多下單帳號 這些都是可以作弊的 是 只有一個不能作弊 事先預告要買進多少金額 我做了 我告訴你來看一下 我們看影片喔 我現在要給你信心 因為現在講真的沒有用 那個那個跟那時候一萬 一萬點跌到八五二三點 我每天被人家酸辣你知道嗎 這個都沒有意義 結果我跟你講 他會不會跌破 他的確我一萬一 我一百一十五塊的確買進 這是原納台灣五十嘛 0050 代碼叫0050 可以在股票市場上買 也可以在 你可以去銀行掃裡專班裡買 還有006208 如果你覺得原納台灣五十 一百一十五元太貴 一張十一萬五太貴 你可以買到時候大概跌到六十五塊的 反正就看那一百十五元 對照一下大概六十五塊附近的 006208 而且0050的管理費好像比較貴 對對對 你看小資助就知道 006208 怎麼樣 006208 很簡單 這個是 副班的台灣五十 你也可以買 好不好 我會跟大家講 因為我話說出口了 不然應該是買006208 因為0050比較有名啦 隨便啦 那小錢沒有差 送你們 跟大家講 不是送你們 送給券商 006208 來 那你看喔 所以你可以買0050 006208 我都已經講要買進了 那我們來秀一下 所以你看喔 因為網紅秀績效對戰當然 有這些問題 沒有世界預告 圖片有修改過 只秀賺錢 沒秀賠錢的 只秀單一券商 沒有秀全部券商 可能很多帳號啊 而且連下單帳號都沒有秀 我通通都要秀 所以你來看一下 所以我要打破迷思 來 我跟你講 我都可以188% 我那不知道他們玩什麼遊戲嗎 什麼把戲嗎 只是我不想講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過度批評 好像別人在批評我一樣 所以我只要跟你講 我跟別人差別 啊不要說什麼 我秀假的齁 因為都還沒有到齁 對不對 Luna還沒有到嘛對不對 對 115還沒到 你自己看 今天大概118 15000點也還沒破啊 他大概是0050 117嘛 117 還差幾塊錢 還差兩塊錢 對 而且你不要問我出產點好不好 你到時候不要問我出產點 因為我反正至少賺500萬才會走 至少我打算是賺1000萬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喔秀一下 那我們秀一下來看一下喔 秀這個影片喔 來喔 這是影片喔 來喔 看清楚喔 好 永豐iLeader的影片 大家有人過得知道齁 我有秀出我的帳號喔 來看喔 找找找 我在找一下 因為不熟悉 找一下委託下單在哪邊 找一下 找到交易帳戶了有沒有看到 這邊下偷平台 我連帳號都秀給你看了 我不怕啦 我到時候就用這個帳號買了 我不怕 你看看喔 第一個要秀帳號了 秀券3下單帳號 有看到沒有 有看到 好秀 而且我還發現 投資長是不是很晚睡 為什麼 左上角 沒有沒有 這是剛才 這是剛才結的 喔剛才喔 喔 的確很晚睡 差不多有時候是兩點多歲 這是剛才結的 你看 你看喔 你看喔 把他拉回來拉 這邊寫過程有沒有 帳號都寫了 有沒有看到 看清楚沒 帳號都寫了 你看不清楚沒關係 至少這個沒有要改 這是影片 我跟你講喔 那個 我問一下 那個 結影片 直接問一下製作單位 結影片的難度應該非常高吧 沒錯吧 是不是 沒錯 結影片 修改影片的難度 比修改圖片難度非常高 而且我是動態影片的喔 這個只要行家知道我們改 你看 我會說超過單戶 單券進 反正進買限額超過 3000萬喔 對不起我靠你們視力 反正重點就是這邊有帳號 你們看到都是真的好不好 對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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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I love it 我看到沒有 喔這邊元大台灣文字有沒有看到 有 有看到 看到了喔 260元買100一張 看不清楚沒關係 反正重點 我可以再截圖給你看也沒關係 動態影片 到時候我會秀動態影片 回去慢慢看 慢慢看 有照假隨便你喔 所以我已經有下單 我已經真的有下單了 只要今天沒有點到115元啊 我也不會取消啊 你不用擔心 我就說除非我有一個很重大的災難 我才會 因為我把前提講清楚 不然我不會不下 就這樣買 啊 Luna聽說我有上新聞欸 對啊 有看到喔 這個新聞也是很誇張喔 來看一下 這邊 說投資長要花3000萬 買進005元 聯合新聞網有沒有看到 這邊喔 郭總為什麼旁邊有這個美女 把他關掉 來 台股絕佳買點 郭總發好語 跌破萬五就怎麼樣 拿3000萬 拿3000萬進場 快對不對 欸這是聯合新聞喔 欸不是我買的喔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欸 他什麼 網友對此相當不以為難 錄像每次都說絕佳買點 你也買一套 欸你要看情況嘛 那要每一次喔 你要看情況嘛 欸有時候真的也是跌吧 那也有人說不錯啊 有人說 是 有人說 投資長我的超人 我的超人有沒有 台股支持起來 買15000的白癡 不能這樣講 所以我跟你講 我怎麼做都被人家罵 你懂嗎 我就說過一件事情了 難道我今天 我今天15000的時候 我跟你講我做空 你才能這樣打我咧 我現在給你信心 而且 台灣50 其實不是要轉進轉出 我不知道賺幾百點 我走那沒有意義 那賺不了多少錢 你懂不懂意思 好了買啦啦 是不買啦 這個也是酸的 沒關係 來 買爆 你今天來看他真的很準喔 好不好 謝謝大家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請他練一下稿 看一下可不可以練一下稿 聽一下 聽一下那個麥克風打開來 我要聽新聞 看可不可以 可以跟我講一下 來 台股絕佳買點 郭哲榮發豪語 跌破萬五就拿3000萬進場 聯合新聞網 綜合報導 台股經 新聞都我跟你講 這是真的新聞 好啦 我會讓你聽聽新聞 我現在聽得到 我們郭哲榮這邊我聽不到 聯合新聞 有沒有 不好意思喔 所以郭哲榮這個真的很愛我 不知道怎麼講 對啊 還有我的圖 謝謝大家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政敵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本益比11倍多 股價禁止比略高 略高 我承認 略高 金融海嘯等級的 如果金融海嘯 我說超級金融海嘯等級喔 他有可能 12000到13000 這是有可能的 我先講 所以你到14000多的時候 他已經是非常安全的 你知道嗎 那就勝率而言 如果是短時間 一兩個勝率而言的話 我認為一兩個月 因為他可能14800一跌破 他沒有支撐嘛 再往下探 他是有可能的 如果是拉到半年 就我講的年底我兩萬點 我就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的勝率啊 我就九成以上 你聽懂嗎 一兩個月他跌破的技術陷型 那很正常 跌破14800抓不到 那個底很難抓 那現在我可以抓底 可是我到那一天到的時候 我才知道盤感什麼 比如說他一萬兩千多 剛好十年限了 然後國外經濟又放花進場 那個可能就超級底部了 你聽懂嗎 可是這個邏輯是這樣子 一萬兩千多點 可能十年限 當然是絕佳買點 國外經濟精神絕佳買點 可是會不會到 會不會到是一回事啊 就像我也知道 台股灣股市如果來到5000點 應該也是買耶 也是會大富翁啊 你聽懂嗎 會到一回事 所以一萬四千八 這邊就是一個超級買點的 好不好 就像現在融資維持率 我們那時候福利社不是有做嗎 140就買點了 現在大概100 有人說142 有人說150對不對 現在都有斷頭危機了 所以斷頭危機那時候 多差多的時候 你不是要砍股票 你是要買股票 你不要亂用融資 我都跟投資朋友講好不好 所以你看今天講好多事情 講自己事情 開始講一下股票了好不好 是 來來來 接下來看一下我們今日報 是不是這些股票 唸一下給他聽喔 明基一 美食 沒有錯吧 前天還暫停版沒有 明基一美食 有沒有看到 還有太福 還有太福 波利 祝龍 你來看一下喔 記得這樣 明基一 4116 反正中還怎麼樣 快暫停 欸 台股不是破底嗎 我就想贏一件事 我是逆轉身的男人 多少人想要挑戰我 多少玩偶想要挑戰我 多少分析師想要挑戰我 我到最後都用我的實力跟努力 一一的回擊回去 嗯 我告訴他們 我是憑私利 我憑著我郭總 比你們還努力過生活 我憑著我郭總 比你們還要天賦 只有我敢砸這些錢 只有我可能參加比賽到188% 嘴巴講的都可以 可是只有我 只有我可以逆轉勝啊 從沒有 我本來最後一名的 我現在變第二名 差第一名 差1% 2% 是 這都實在的 你可以上網去查啊 唉 這就努力啊 誰叫我那時候壘小 因為我那時候想要賺100% 所以我重壓快篩股 害我變成 本來是冠軍 變成賠殺10% 因為我全部都重壓快篩股 一疊都全部跌停版 那怎麼辦 而且不只疊一根 就疊兩根 好來 1795美食 我看到 欸都漲欸 有沒有覺得很厲害 沒有錯啊 你看 8467 波利 有沒有 波利 小孩子好像喜歡看這種 波利 好來 那你有看過是不是 沒有沒有 有聽過 泰福 有沒有今天也不錯 可是今天有點黑K 可是就台股 就台股而言他算很強的 4572祝龍 今天還好祝龍還好 可是明天有沒有可能再機會一根 疊那麼多明天有機會談吧 有機會談 朋友你去想看你要怎樣分離式 其實喔我說老實話 我 我很尷尬 我很尷尬是說 我內心又有點一絲絲的想要來到14800 我可以賺1000萬 我是認真人 我全都覺得我可以賺1000萬 可是我會覺得說 我不忍心會員那麼痛苦 早一天反彈 比較好 說老實話 你聽懂嗎 所以我現在是得知我命 不得我信 得知我信 不得我命 反正有買到就買到 沒買到反正你少痛苦一天 我也做善事 可是記得一件事 以後不要講我說 什麼叫做假的什麼 是敢參加比賽 我們是分析師 我也不像一些網紅一樣 我的限制很多 所以我秀台灣50 我的實力也告訴你 我一來我財富自由 二來我敢買 三來我敢抓買賣點 四來我參加選古比賽 也逆轉勝 也不斷突破紀錄了 這些全台灣只有我 所以你終於知道為什麼粉絲人這麼多 連經濟日報 連合報 你看那個記者真的氣死了 你知道嗎 不敢給我署名你看 有沒有記者 綜合報導 怎麼叫綜合報導 我要永和報導 給你綜合報導 郭忠報告 你的名字也沒有 怕我生氣 其實我也還好啦 因為你只要講事實 我沒什麼好生氣的 好不好 你們也不是做壞事 我也不是做壞事啊 對不對 我做合法的事情 好 那看一下比較殘酷 看一下股票了 809元泰怎麼看 媽呀 元泰 這個就這樣 以前元泰也是人家像垃圾一樣 元泰今天還要199 我說199這邊跌破 都可以買 好不好 那今天你說 喔 3545 喔 這個 春泰這個比較止疊 可是止疊沒有用 因為友達好像破底了 嗯 友達破底這就不應該了 好不好 可是我跟你講 但是今天群創是收紅 嗯 所以我昨天跟你講嘛 嗯 群創沒有人記錯囉 自己打自己 打自己手掌 欸 群創是開盤的時候有紅 欸 好不好 要糾正一下 沒關係 我來解救你 來 來 群創一樣喔 這兩個不太可能 一個跌那麼多 一個跌那麼多 這個啊現在全資股 都已經加速趕頂了 所以他到底已經 不合理的階段了 所以14800有可能 我剛剛買在最低點 喔 以後可能下燒喔 因為技術現金已經不合理了 反正怎麼看 年齡怎麼氣息賣壓 現在已經變成超級氣息賣壓了 對啊 你怎麼跌就怎麼買 所以他抓那個低點很難抓 他只有事情過那一天 當天我如果靈機一動 我會告訴你 是 可是14800 我就講過了 我那時候講過了 跌破15000 喔 其實 雖不中一不遠 好不好 這我會跟大家 15616跌破也 說不中一不遠 所以我在 14800的這邊 等你 跌破15000 我要用你買進 連電怎麼看 朋友一樣 除非你覺得現在是金融海嘯等級 當然 今天Fed主席說 有可能 硬著路 軟著路的風險 軟著路的那個難度比較難一點 對 對不對 就承認就是景氣有機會衰退嘛 對啊 也是他升息害的 好不好 那怎麼看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啊 他講的話也不一定準啊 他有時候講話也不一定準 所以你就平安心就好 你知道到年底的時候 會不會消費忘記 你就賺這一波就好 好不好 那現在行情就要反映這一段嘛 反映這一段你該買就買 好不好 我要跟大家講 我這車用的這些 到最後還是需要啦 好不好 慢慢跟大家講 所以新聞報導也是 也是這樣報導很多 那真真假講 你要相信專業的分析師 敢真正拿錢砸 錢 護盤的分析師 就是我 而且是合法的情況之下 而且188% 又是所有交集 而且 差要逆轉身的男人 全台灣就只有一位 賴粉絲人數最多 有人會說 投資阿倫也有人講說他粉絲人最多 有沒有 那就比較賴粉絲人數最標準嘛 為什麼 因為賴粉絲人數不能造假 你聽你懂嗎 懂 IG什麼的他可以打廣告什麼樣啊 對不對 你都知道 IG可以買廣告啊 可是Youtuber我也可以買廣告 可是LINE這個沒辦法買廣告嘛 你懂嗎 LINE為什麼我最多 我就是粉絲最多嘛 他全國比賽是真的素質阿 但現在有很多人模仿我一樣的講法 有人這樣講 我都不在乎 你去想像 實際的績效有我182% 這麼多嗎 而且經濟日報全國比賽 他是很嚴格 規定市值要20億以上 你聽懂嗎 掌停板太多鎖匙不能選 他有很多規定啦 他有很多規定 他有很多規定 那我跟大家講 那我跟他2609陽明呢 陽明長榮外海怎麼辦 那現行更醜好不好 這個就不要碰 我一直跟你們碰 而且你看喔 陽明什麼時候可能跌下去 當我說生肖日 我說生肖 我說啊蜜月期 你看我說蜜月期是生肖日之前 有沒有講 有 生肖日以後我就不要碰了 你看這些我都預告在前面好不好 但是你不用開心 你看連電 連電呢 連電月點要買 你要相信車用事件 你要相信車用的一個 應用越來越管好不好 還有高速運算的世界 運用越來越管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講 跌的股票我不是不敢講啦 好不好 你記得一件事情 那15000的時候 看你的兩種選擇嘛 第一個就繼續秀手旁觀 第二種就是你在15000的時候 你跟我一起進場 是不是 跌波15000的時候一起進場 15000到14800的時候 那你就來電洽群 08066 808 我去想想看 哪個分析師連 哇塞 我說實話啦 我這件事情啊 我也沒有大肆宣揚 我就在我自己的節目 跟我自己的那個文章寫 那就這麼多記者要來採訪我 怎麼辦 還沒有採訪我還沒有經過我同意喔 就直接截圖 那你不選 選最紅的分析是要選誰呢 告訴我嘛 同樣的錢 你不選最紅的分析是幹嘛 那你現在就 命多難被套牢 你每天看那些空端 做空腦是幹嘛 你就好難過 你幹嘛把自己嚇都嚇死了 你知道賺最多錢的是哪些人嗎 是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台積電跌停板的時候 買進37元的人啊 再給你一次 如果台積電37元 倫娜你會不會借錢來買台積電 會 不建議買 借錢啦 可是要用力買台積電啦 不建議借錢買啦 可是要用力買 所以其實想看 很多股票真的很慘啦 可是不要去想那麼多好不好 其實很多股票真的慢慢拉起來 為什麼 因為昨天大跌以後 你看 現在慢慢的反轉了 吃完回去慢慢反嘴 所以同朋友這個是違接轉機 我 又創造話題 可是我的話題是 我拿真槍銀彈來跟你認真的 只差我沒有說拿我爺爺的名字來賭了 同朋友 你去想看人家長的分析 180%男人就只有我 今天是報章史上最大的逆轉症 也就即將是由我來創造紀錄 就差那1% 你去想看人家長的分析師 我 用生命來護盤 我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如果你願意相信我 你覺得我與眾不同 你喜歡我 你底下留言 我知道你還有錢 或者來電線恰尋 0800-66-8085 0800-8885 也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謝謝各位 歡迎幫我們影片留言按讚 想要知道更多的台股操作技巧嗎 可以播打我們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你喔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大變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滿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頭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